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月26日 星期三 我們這一節繼續跟大家說香港的新聞 這裡也想跟大家說不好意思 因為最近都很繁忙 本來一直都說想抽些時間 做直播 一直 沒有時間 也一直 還沒得起到心肝 我們可能 就是嘗試一下找一兩節節目 就是先出一下鏡頭 可能也要warn up 因為 可能真的太久沒有試過做直播節目 做了都是錄播節目 所以 一下子 跟大家對答 可能怕會處理不了 也 太久沒有出過鏡頭了 也有些擔心 對著鏡頭 會不知道怎樣 所以可能要少時間warn up 所以大家就 期待一下 我們 計好的時間 就會跟大家 做好這個 直播對談 想跟大家談香港的事 這一節也會用 雙類似的方式去說 因為這一節要說的 就是叫做香港的公開史 這個叫做 中學 民憑史 我們 以前就叫做考會考 中學民憑史 2012年之前開始 換句話說 已經開始了10年 換句話說 10年之前 就不是叫做中學民憑史 我們以前就叫做考會考 一個 就是中五的會考 一個就是高級程度會考 就是中六中七 因為 香港就是高中教育改革 將 這個學制改成 334 所以 就沒有了高級程度會考 我們當年考試 應該跟 你們 現在可能在讀書的人 其實情況是一樣 這個 會考的制度 就是 叫做科舉制度 目的就是要淘汰 就是 淘汰很多人 目的不是要選 精英 大家 都應該要了解 考試 其實就是一種遊戲規則 考試的目的 就是要分出勝利者 以及所謂的失敗者 這個 在很多不同的年代 都是一樣 跟在古代 古代考科舉更加痛苦了 但是 考科舉是不是代表對普通人不公平呢 我想大家去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我們在討論這件事以及講我們心目中的答案之前 我們當然是叫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 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入報 還有我們的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大家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廣播 繼續幫我們欣賞廣告 繼續幫我們用無限大法打開節目清單播放 亦都 可以手動點擊廣告 看對的廣告 是自己喜歡的又可以 不喜歡都可以點擊 亦都有網友問我們可不可以把某一類型的廣告不要呢 我們是完全控制不了的 這個跟Google廣告是一樣 Google廣告是根據 閣下 你那個瀏覽器裏面的習慣 他其實已經收集了你的資料了 對於 你看到那些什麼網頁 其實他就會 根據你的瀏覽紀錄推測你對什麼東西有興趣 然後就將相關的廣告 播給你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我們是完全控制不了出什麼廣告的 舉例 如果你經常 看到Buy and Share的廣告 很有興趣 不斷按他的廣告 不斷按回Buy and Share的廣告 這個以我們所理解的 運作原理就是這樣的 我自己看Youtube就經常見到打機的廣告 因為 早陣在打機 就不停地出 那些 相關的廣告出來 那一陣子 你看車 或是看單車 或是看電單車 就會不停給你那些相關的廣告 所以 很視乎你那一陣子看了什麼 好了 講考試 講了 現在發生了什麼事 現在呢 就是 那個 報考人數 今年 DSE 就是這個中學民憑市 就是創了歷年來的新低 現在報名的人數 跌到下去就只剩5萬人 這個是 香港 這個民憑考試裏面就是 歷年來的新低 原因其實很簡單 香港的情況 香港的政治情況 大家都很了解 經濟又不好 香港政治情況又惡劣 所以 有很多人 離開了香港 這個其實就是最根本原因 為什麼 香港 那個制度 會少了那麼多人 考試裏面就是一個淘汰的遊戲 原本就是一個淘汰的遊戲 大家不需要有懸念的了 坦白說 雖然可能有些人真的讀得書 有些人可能真的是精英 但是 這個世界上 確實有太多人 就是 真的懂得讀書 就不會做其他事情 這個 應該 絕大多數有社會經驗的人都會知道 所以 所以 我們又不是要100%去否定考試制度 因為考試制度某個程度上 就反而給我們一般的大眾和平民 就是一個 就是晉升的機會 如果 這個社會我們不用考試制度 我們稍後再說香港的問題 香港是另一個問題 其實就算 在外國 歐洲 英國 美國都是一樣的 到最後 學歷 誰都會對你那個就業 誰都會對你那個事業有影響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去否認 考試 如果不存在 那麼你覺得這個 世界 會用甚麼去決定你的社會階梯呢 其實現在香港 就是告訴大家 國內也告訴大家 國內 你猜是不是讀完 大學之後 就會能夠 晉升 成為這個 貪官呢 答案當然不是啦 換句話說 大陸的制度 跟香港現在今天走向 那個歪路 就是告訴你 要靠關係 要靠 攀附權貴 可能 你老爸 你老母不是 政協 不是人大代表 也不是建制派 但是如果你懂得攀附關係 懂得走過去舔 跟中聯辦做好朋友 那麼你有機會 就是 就是 水鬼升成王 現在香港 越走越黑暗 所以 以往 很多年之前 歷史上 如果沒有考試 沒有科舉制度的時候 那個朝代 其實 是更加黑暗 因為 不是靠 考試制度去分哪些人可以出來做官 這個我們以往 討厭 考試制度的時候 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你從社會整體的角度去考慮 你會發現如果沒有考試的途徑 那你就會發現 連一般普通人 可能是基層出身 連去 讀大學的機會 或者是 在社會上 更加高地位的可能性 都會抹殺 所以 考試制度 其實是一個令人由愛 由恨的一個制度 就算我們現在 全部都是成年人 還是會否會發惡夢 發惡夢呢 不外乎幾樣東西而已 發夢自己 去某個地方 遲到 但你卻當作失路 這是最常會發生 的惡夢 第二個惡夢就是明天考試 今天沒有找過書 不是今天沒有找過書 好像整年都沒有找過書 我這些惡夢已經發了很多次 所以不是開玩笑 即使 即使我們都讀過很多次書 考過很多次試 其實這個還是一個很大的惡夢 如果你今天無緣無故 叫我又要去讀書 這個 絕對是 比學生更加痛苦 我覺得 香港 香港的教育制度 講完考試制度 講回香港 香港的教育制度是相當之不堪的 他 一方面就扮演跟國際接軌 但是另一方面 你會發現 香港的文憑市 過去的中學會考 你會發現其實中學會考 跟外國的制度 是完全不能夠銜接的 換句話說 你考完回考 你拿著成績單 拿去 外國的大學 你想報名 你會發現 很多時候 那個考試 並不是equivalent 你是不能夠反映他們 在中學時候讀的書 然後就作為入大學的成績 換句話說 香港的考試制度 故意設計到 不跟外國 但是 香港就不斷標榜自己國際大都會 這件事就造成 香港很多學生 尤其是貧苦學生 辛辛苦苦 考完回考 考完文憑市 你想用文憑市的成績 拿去外國的大學 報讀入學的時候 就會造成 很多的困難 很多人可能還要再讀書 再讀一年 Foundation course 或者再讀college 對於本身沒有錢 的 香港年青人 這個絕對就是 百上加根 為什麼香港不想你 過去外國讀書可以直接銜接 當然你想一下就知道 當然是出於政治考慮 他就是不想你香港的學生 讀完中學之後 你可以直接跳過去 讀別人的大學 你認真地想一下 為什麼會不行 就是因為他刻意不想你銜接 是不是 要有香港中國特色 或者中國香港特色 你喜歡說什麼都可以 一句說完 自己就說自己最厲害 實際上跟外國 就銜接不了 這個就是他們的陰謀 所以你在香港搞教育 就被那班人渣搞死了 李國章 羅范昭芬 這些全部 出名的人渣 人渣排行榜 他們都排到很前 整個香港教育是被他們搞壞的 現在不用說了 香港直接被共產黨搞壞 這班契弟 全部都是幫兇 同一時間 英國內政部就有 公佈 根據香港監察 Hong Kong Watch 就是最新的update 英國內政部就要宣布正在研究 要推出措施 幫助那些 18至25歲的香港市民 裡面就是 講到 關於英國幫香港的問題 幫這個 BNO的人士 的問題 他也考慮到 就是對於香港的情況 他們感到同情 尤其是 就是18至25歲的年輕人 他們就在香港需要 支援 英國現在就打算推出政策去幫這些人 前往英國 當然 具體內容是甚麼 他沒有詳細去交代 我們當然會希望他 也會expect他 就是那個是一個 年輕人能夠來讀書 或者來就業之後能夠 繼續獲得居留權的一個渠道 回到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我們 贊成 香港的年輕人離開香港 因為香港 現在的情況很惡劣 你在香港 基本上你謀求發展 是很困難 事實上大家不要小看海外的香港人力量 整個時代革命 當然香港人在香港抗爭 但實際上 在海外讀書的香港人 還有海外的香港人 其實是 在國際層面上其實是做了很多事 這個真的不能夠否定他們的 功勞 他們真的 是一條心幫香港做了很多事 以我們所知有很多 在外國搞集會 搞很多討論 很多都是 去了外國 讀書的香港 他們甚至乎有一部分 坐飛機回香港 參與抗爭 換句話說 你在一個較為有自由空氣的地方 就使得 你的人更加開闊 更加 能夠去投身 在有需要的時候 參與政治的運動 所以我們其實是贊成的 作為 開眼界 你想繼續回香港發展 也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其實贊成年輕人 應該 去外面讀書 香港的情況 靜下來的只有洗腦教育 香港的未來會怎麼走 香港這個國家會不會存在 香港這個民族的走向會怎樣 我們不可以100%預測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到 香港 未來的情況 一定跟海外的香港人的力量 有很大的關係 大家的互動 大家的 互動的關係 才是往後的運動最重要的部分 到底往後會怎麼走 我們只能夠 期望 不能夠完全100%預測 但是 在海外的香港人會發展出 另一種力量 對香港這個地方 留在香港的人有很大的幫助 我相信 會出現的這件事 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